我宣布 挡住大桥 正式开通 全长55公里 跨越林丁阳海域的港珠澳大桥 让珠江入海口两岸天线变通图 澳门正是这座大桥连接的其中一个节点 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开通 为澳门参与粤港澳台湾区的建设 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 创作更有益的契机 开布480多年 回归祖国设立特别行政区20年 2019年的澳门 承越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风 历经图治 蓄势待发 迎来繁荣与发展的新时代 澳门地处南中国海北部 珠江三角洲西岸 由澳门半岛和荡仔路环组成 石仔属于广东香山陷阱 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 至今 澳门的渔民传统习俗仍然得以完整保留 具有悠久历史的马格庙 其实也是澳门名称的由来 16世纪中期 野心勃勃的欧洲船队 来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东方 古老的小渔村被迫打开了大门 其实最重要一个标志 就是公元1535年 早于葡萄牙 即是来到澳门 接近20年之前 明代已经在澳门 设立斯伯斯这个机构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国家的主权 和澳门这个城市的起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大概是20年左右之后 葡萄牙的商船或者是葡萄牙人 陆陆陆续在澳门居住 于是就带来了 首先就是葡式风格的建筑 包括街区 雨宜 宗格 因为它有教堂 和美食 就组成澳门这个城市的特色 我家族在澳门也有几百年 我可以看得到 就是查过 起码都可以这么说 有270年多 一路一路都是用我们这个家族的名字 就是小小代代都是澳门土生土长 土生土长的葡萄牙人后代 被称为土生仆人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称为土生仆语 目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极土兵威的语言 当时在1993年的时候 和一班朋友创办了一个《海土生土与》 画剧写 回归后当时就做律师 就是继续写作片剧 每年我都要作的了 要写出戏的 就拼了拼 直接拼了 就出戏了 那都不经不觉 都二十多年了 我们其实开始的时候 是怀念的生态 怀念当时的澳门 那时就是申请澳门的非物质为产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土生画剧 葡萄牙留居澳门四百年 期间经历了封建王朝的亲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国民党政府的败退 澳门一直平和而安静 华人的妈祖和天主教圣母和谐相处 葡萄牙管制和中国传统宗法并行不备 时代列车来到二十世纪末 葡萄牙政府结束对澳门的管制 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现在成立 1999年12月20日凌晨 中普两国政府顺利完成政权交接仪式 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在这一天成立 当时带领立法会宣誓的是第一任立法会主席曹奇珍 必当拥护兵之行 必当拥护兵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违规宣誓 我宣两次诓 一个主要官员宣誓 另外一个是大令立法会宣誓 我说两次中文 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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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庸基问我 你识普通话 江泽民 和朱庸基说 他不但识过语 普通话 法文 英文 上海话 朱基上海 出生在香港纺织业世家的曹奇珍 于1976年竞选立法会成功 从此踏入澳门政态 19 sug战 1989年 初药 到了启草基本法 澳门违规 曹委会 98年生了 我做了副主任 违规之后 立法会 選我做主席 那十年感到好之后 从1999年到2009年 曹启珍连任三届立法会主席 期间开创在立法会使用中文的历史 也完成了艰难的23条和立法法的立法工作 我对回归这件事感到中国人很高兴 做殖民地日居民有什么光荣 我觉得回归好不好 1999年澳门回归仪式上 同时身在现场的 还有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曼琪 回归前马曼琪担任 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是澳门回归祖国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就记得阿英 他说国家国家 祖国是国 澳门是家 所以看到阿英对国家的情怀 对国家的感情 马智诚是生于私掌于私的澳门人 继承了家族的爱国传统 海外留学归来后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 2013年获为认为澳门立法会议员 在立法会 马智诚主要负责青年和体育工作 在他看来体育不仅仅是竞技比赛 也是澳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 你学了几年了 七年了 我们经常说澳门如何发挥 作为世界旅游有行中心的平台 如何经济设计多元 其实体育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通过体育带动旅游 旅游可以促进经济 有没有人可以教我怎样打 看先 哥哥叫李小鹏 他2008年的奥运金牌得主 澳门杰出运动员颁奖礼 是马智诚一直在坚持的公益活动 也因此和许多运动员成为朋友 中国体育企奥林帕委员会 我是他的理事 也是青年委员会的主任 下面我们就搞了一个活动 邀请金牌运动员来澳门走访校园 走入社区和港大的市民去家旅接触 从而发挥一些正能量 回归20年 澳门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19年国家正式颁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澳门作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 明确定位未来发展方向为 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即中国与普与国家商澳合作服务平台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一个崭新的澳门正在蜕变重生 在完成了立法会主席职责之后 曹剧珍于2009年退休 全心投入慈善事业 我不算成功 但是我很开心 20年重生 20年重生 我继续重生 10年 继续努力 作为土生仆人协会理事长 回归后的飞文机 不仅继续发扬光大 他的话剧团 也积极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诉求 回归之后 我们会见到 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 回归之后 我们的经济会与双维数字增长 我们的GDP明年世界前往 2015年 澳门获得国家授予的 85平方公里海域管理权 结束了澳门没有海域的历史 澳门的土地面积 也从上世纪初有记载以来的 11.6平方公里 经过数次填海 扩大到32.9平方公里 土地和海域对澳门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顾名思义大湾区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海洋 即所谓湾区的面向海洋 这个海洋的经济 海洋的产业的开发 仍然一个很大的空间 国家给了很多政策澳门 用日湾区的法治 一带一路等等政策 我们首先要做好 就是要装备好自己 武装好自己 因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武装好自己 香港人 这游巨 foun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漫画会有一种拳击手的角度去看拳击这件事 我见到很多电影或者漫画其他故事 有很多冲突 其实真正拳击不是这样的 是很冷静的 谁冲动就谁输 谁会输的了 所以我就画了这个漫画 胡志杰拥有深厚的绘画基础 从小就在各类绘画比赛中屡获奖项 毕业后还曾任职于一家设计公司 对胡志杰而言 创作全期题材漫画无疑是犹豫的 并且他这一次笔下的主角是老朋友邹世宁 其实过去我都是澳门队的拳击手 周世宁是国家队的 我们识广中文这帮拳手都会 有时候都会坐在一起吃东西 聊天 之后2013年2014年 有成续周世宁来到澳门这儿打职业拳赛 那我就不如和你搞一个画展 和为你画一个漫画 中国拳王出版后 市场反映热烈 周世宁更邀请他去上海发展 但胡志杰却在澳门看到了另一条路 澳门用消费力低 但是我们每年有这么多游客 那我们就做游客的生意 我们要看着这些机会去做事 自回归以来 访澳旅客数量直线上涨 庞大的内地客员成为了带动澳门旅游业腾飞的引擎 如何紧扣旅游商机 成为澳门本土创业团队要面临的投号任务 澳门可能有我们的爷爷 到现在都是买盐饼 都是这些手信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澳门有一个我们自己独特的手信 拿我们澳门的一些历史 街灯又好花纹又好门窗又好抽取出来 就造成产物将我们的历史变成一些潮流化又便宜的东西去售卖 那才是我们的策略 依靠准确的市场定位和优秀的产品设计 胡志杰与伙伴在文创领域里 大展拳脚 在短短三年内 便在寸土寸进的澳门开了四间店 文创事业红红火火的背后 政府的支持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创大家都知道是比较虚的 去到银行态盘的可能性会比较低 这个时候政府就会推出一个模式的态盘给他们 文化社基金很多谢他 我们开业的时候就给了四十几万的资助给我们 就开始了第一间专门店 之后就为他借了二百万面试贷款 也很多谢这个面试贷款 帮助我们开始了第二间的专门店 在澳门 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 塑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 也为文创工作者带来丰富的创作灵感 我觉得蓝白色这个颜色 是很有中普教会的一个色彩 浩国因为它是航海国家 它觉得蓝色是很特别海洋 有传是浩国人来到澳门之后 它就觉得蓝白色的青花词就很代表中国 用了蓝白色做了澳门很多蓝白色的东西 例如我们周围都见到的街牌 我们的市政厅里面 很多亚树莲的採柜 那个尺寸採柜 其实都是蓝白色的 所以我就用了蓝白色来做了专门店的煮食 其实我们讲的澳门的推广是一个文化旅游 除了大家来寻食的东西之外 都会寻找一些澳门的特色的文化 这一类型它能够发掘到澳门的文化园 对于我们在推广澳门的文化旅游是有很大的帮助 澳门已从偏处南海异域的小城 飞越成为极具盛名的旅游城市 2019年2月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 其中强调了澳门要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要做优做强旅游休闲产业 在此背景下如何为业界培育更多生理军 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发展规划纲要里面 其实很明确已经提出了 推进越港澳大湾区的旅游融合发展 也都提到支持澳门建设 越港澳大湾区旅游教育培育基地 成立于1995年的澳门旅游学院 是澳门唯一意间提供旅游领域课程的功利高等院校 目前在世界旅游休闲管理学科排名中 位居亚洲前五 2008年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学院旅游工具勋章 以表彰其对旅游业的路线 我们的课程不断与时并进 令到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是可以很迅速地投入到这个制业市场 教学楼旁的教学餐厅是学院的实习单位 未来的酒店管理者们可以在这里提高实务能力 培训将来的人力资源就投放在那个行业 行业当然有它的标准 你的培训单位始终一定要配合到 符合到行业的标准 甚至要超过有一个带领的作用 在餐饮部的专业团队与实习学生的五件合作下 教学餐厅旅货米其林美食指南推介等荣誉 有一个真实的客人和学生互动之中在过程里面 他才能够容易去吸收经验 有些什么他值得要注意 他自己可以慢慢去内化 正在与同学们交流工作经验的是旅游学院2009届毕业生杨超斌 他现在是澳门一间米其林二星餐厅的首席试酒师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酒师 他可以帮助客人依照食材的特性与风味 做餐酒的搭配 从而使整体用餐体验更趋完美 我们招牌菜是一个用了低温的方法去煮 所以它比一般的生的生蠔的味道会稍微浓厚一点 所以我会搭配那种香槟 口感也会稍微需要浓厚一点 当然如果在客人见不到的地方 我也都需要管理我们的酒窖 需要根据每一个季度的转变 根据我们的不同的菜式 去定制一些葡萄酒的一些过程 去给我们同事了解 如今土地面积为32.9平方公里的澳门 已拥有19间米其林星级餐厅 和34间各类主题的博物馆及展览馆 每年还举办各项大型的国际盛事 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 越发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仅今年前三季 旅客数量已经超过3000万人次 是澳门人口的45倍 考虑到澳门地域及旅游承载力 聚焦高端消费群 且具有辐射力的会展业 将是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一大动力 为此特区政府于2016年确定会议为先的发展策略 加快培育会展业产业链 极具吸引力的世界文化遗产 完善的酒店及会展场地配套 这些优势将与会展业产生良性互动 一道成为澳门经济腾飞的驱动力 而驱动产业迟旅游行的 始终是永不松懈的从业者 不应该停顿下来 这个世界是太大 在拳击的擂台上 我早就见识过这个世界 我画的大三巴 和人家画的大三巴 有少少微微区别的一些情况 可能你见到一些 你见到很美的画面 可能它中间隐含着很多 你见不到的细节在那里 这就是为何要埋头苦干 当然在米子连餐厅做事 他们的要求比一般的餐厅高很多 每一天做一个好的服务 其实是不难 但你要保持高水准的服务 一年一两年甚至更久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窗外 璀璨的烟火照亮了整个澳门的夜空 澳门将成为一座 给每一位游客留下绚烂记忆的魅力之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德里奥就读于澳门大学法学院 在遥远的福德奖 他能方便地得到澳门大学的入学信息 并且获得奖学金 我们法学院 我们有个澳门法学士一班 欢迎澳门在国家的巴西 这些澳门是国家的学生来读书的 而且澳门基金会 也都会有他的生活费和学费上面的支持 阿德里奥观看了一年一度的澳门国际龙洲赛 这是澳门举办的世界级的体育赛事 同时又具有地道的中国色彩 在澳门生活了五年 他逐渐接受并喜欢了这里闷热的天气 丰富的饮食和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 佛德酒是一个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路 自15世纪中期被发现后 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直到1975年才获得独立 现任总统冯塞卡先生 30年前和澳门有一段奇妙的渊源 为此我们走访了他 当年作为法学教授 冯塞卡先生意外地收到 澳门大学法学院的邀请 远复澳门工作两年 近年来 佛德酒和中国的关系突飞猛进 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文化交流 都有显著的发展 佛德酒的政府总部 国民议会大楼和总统府改建等 都是和中国合作完成 孔子学院在佛德酒 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机构 对于佛德酒的年轻人来说 学习中文去到遥远的中国 为他们打开了 看向世界的衣扇窗口 总统冯塞卡先生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当地法律学院的教授 而他也希望有更多佛德酒学生 可以去澳门学习中文 而又亲切的澳门 总统先生也送上美好的祝福 我设计则是 我设计则是 作为中仆平台 澳门不仅吸引越来越多仆与国家人才走进来 同时也有更多本地年轻人走出去 葡萄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地 Macau, neste quadro, destaca-se pela familiaridade com que as universidades portuguesas em geral a Universidade do Porto em particular podem encontrar em Macau 我叫布善鱼,我现在是澳门大学的学生 读近大二,我第一当时就在澳门读中普法律 第二年就会来到波尔徒上学九个月 让我们有一个普遇的环境 我们爱去读法律的很多文件都会有盗补 ologistsCERVE books 我们议题目 和学生 他们需要留意这张政材 作为杜OLD 尤其是读法律 讀法律的很多文件都会有褲文 浦文可能对以前的案件都可以理解好一些 或者一些法律的条文都会理解得透切一些 国家已经被澳门成为一个浦语系国家的平台 我希望给我们这些同学能够挑出澳门 为浦语系国家的服务 除了语言相通的优势以外 澳门与浦语国家在法律制度金融体系等方面 也具有天然联系 澳门政府也加大步伐搭建中普金融服务的桥梁 在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 也都可能会有一些基础设施 或者我们所说的产能合作 这些需要融资 将来澳门就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推动成为一个中普的融资的平台 为配合国家发展战略 以中普平台定位为依托 澳门金融管理局正加快步伐 推进普与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 普与国家企业融资平台 普与国家融资租赁平台等特色金融服务 我们目标就是我们要发展一个中普金融服务平台 而这个中普金融服务平台 仍然都是我们要服务于中国和普与国家的一些经贸的活动 莫桑比克 位于非洲东南部 与马达加斯加隔海相望 曾是葡萄牙海外省 于1975年宣告独立 作为70%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与加工的国家 莫桑比克拥有可耕地面积约3600万公顷 实际耕种率却不到20% 约50%的粮食依赖进口 这个地方光热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基本上就是平原 土壤有几次含量比较高 土壤含林价比较高 土壤它约是黑土地 所以这个地方水道涨得非常好 中普基金和中非基金 在莫桑比克投资的这个农业项目 是中普基金首个落地非洲普与国家的民生项目 也是中国在非洲投资规模最大的 粮食类的农业产业项目 总部设在澳门的中普基金 在2013年宣布成立 由国家开发银行和澳门的工商业发展基金 共同出资 是中国第一支对普与国家的投资基金 中普基金总规模10亿美元 由中非发展基金受托管理 目的就是通过投资的方式 带动中国企业和普与国家的企业 投资合作 在2013年宣布成立 他们自己种植 大概每公顷 只有三吨左右的稻谷 这样的话 还不足以覆盖 它的投入成本 跟我们合作之后 他们的平均 每公顷的产出稻谷 大概在七吨左右 公司为当地农户提供化肥 机械等农用物资 并且也提供技术指导 还统一收购所种植的水稻 我们其实还得到了 莫桑政府从总统 到社区的群众的支持 就比如我们项目的大米 它的品牌叫Bengoshtu 这个就是由莫桑比克 前总统葛布扎 所命名的 项目目前累计指导了 1500家农户 种植水稻2400公顷 对解决当地粮食的短缺 增加就业 提升种植技术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真正的发挥澳门 作为中仆经贸合作平台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 发挥金融的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投资的这种引导作用和促进作用 我们会把中国的企业资金优势 人才优势 技术优势 把这个三个优势带到非洲 促进当地的这种发展 威胁中文台 威胁中文台 澳门产业 澳门产业以博彩为重 是否融得下年轻人的创业貌 深入澳门大街小巷 其实随处可见创业者的足迹 这间引于闹市的特产商店 吸引了不少游客 这里卖的是一种特别的食品 普世腊鱼 店主郑采云 曾经在葡萄牙流血 机缘巧合下走上创业之路 称为将腊鱼罐头店 带入亚洲的第一人 当年在葡萄牙律师楼 做实习的时候 就认识了腊鱼罐头的老板 他那时候在葡萄牙 开了几年这一类铺头 但是他就想发展亚洲市场 就跟他说 澳门是中部平台 又是旅游城市 其实更加适合推广他的鱼罐头 聊聊之下 大家觉得有得做 那是某些地有毒的 那是污汁汁汁汁 长期材料 成为一种植物 很大的 每个年萌牙 永迺的保留 由于我们在葡萄牙 设断在似乎 在一些汤汁汁 renewal 调停泆出色 就合作 保留肃品 您在餐用 每天位于里斯本的葡萄牙鱼罐头工业协会官方旗舰店 都会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任志于协会的诺昂先生 希望能够将这个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蔡云和诺昂先生所在的鱼罐头工业协会开展了合作 让诺昂先生的亚洲拓展计划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第一批货选什么品种 全部都是葡萄牙那边的股东他们决定的 但是我们试了一两个月 就发现原来澳门人或者是这里的游客 亚洲人他们偏向喜欢吃辣的口味 有点咖喱味 但是不太辣 你碰了辣都不太辣 从厂标说 换点辣的材料才可以进入我们市场 不够辣 是不是咖喱的分钟 是啊 采云引入的不仅是产品 还有他们成功的经营模式和推广方法 但是如何照顾东方游客口味 融入澳门特色 是经营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对象采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创业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而政府提供的私主计划 帮助创业者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时间和金钱是我们铺头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所以申请了经济局的中小企业辅助计划 可以令到我拿更多的贷款 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 一直是澳门政府对于人才和就业市场的基本方向 澳门经济局为此设立了一系列资助计划 从资金到政策到资源都给予了很大力度的帮助 我们17年12月推出这个中普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计划 那个内容就是澳门适合的年龄的青年朋友 可以透过这个计划去申请 去我们在葡萄牙 一个地方叫 Second Home 一个重创空间 以及去使用我们当地一个叫Fabcality Startup的机构 去提供那些创业的支援服务 这样的 近两个年纪 多年纪有两个年纪 出现了一关关系 由于中央的中央的中央 提供的中央的中央 每个月的中央 到第二层的中央 这个中央的中央 看看什么能够出现 这种互相 那这种东西是 那这种东西是 它是被我们当一个办公室去使用的 这种是一个枯法中心 被我们去做一些文书上的工作 那我就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那另一方面 经济局提供一个是课程来的 教你怎样去完善好你的公司架构 怎样去再吸入多些客户 去帮助你从政更好的公司 被中央青年创业计划的创业者 提供培训课程的 是位于里斯本的创新工厂 总裁先生不仅深耕欧洲市场 也会经常来到澳门 和年轻的创业者直接交流 我们很相信 这种资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让职员们来到我们 学习这种新的批评 和新的商业 在这种新的批评 也会并且在这种新的批评 并且在这种新的批评 可以并且在这种新的批评 可以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理工学院的中复扑中机器翻译平台 我们的机器翻译平台的最大特点 是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 神经网络翻译技术 这个由澳门理工学院 中复英机器翻译联合实验室研发的 机器翻译平台 采用了神经网络技术 可以支持中复双语的实时在线翻译 搭建平台需要用海量的中复双语语料文本 来生成翻译模型 而澳门恰好拥有得天独厚的语料环境 中复文并行的公文在回归之前 就已经在澳门非常普及的了 这个为机器翻译平台提供了 不可划决的语料来源 一旦一通倡议 推动中国和普遇国家的拥有经贸关系 我们最近就开发了一些 基于中复机器翻译平台的 公文辅助翻译系统 就希望可以解决政府翻译人少 翻译工作很庞大的问题 也都希望可以解决到中复翻译里面的 跨语言 跨文化的尊敬问题 多元化发展和中复平台的定位 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走出去 在更大的舞台上创业和发展 但也有人希望在繁华和进步的同时 能保持澳门的本土风貌 将传统的精神继承下来 我们都是想澳门保留一些澳门原油的特色 在澳门回归前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一行去找饭吃 很多人入行 很多人都觉得做这一行很有满足感 但为什么澳门边边就会毫无这一行呢 造船这门古老的行业 在澳门曾经有过一段兴旺的日子 义和船厂就曾经是一个响亮的招牌 代表港澳造船的公益水准 十年前澳门造船业示威 家伟的父亲决定北上中山 最终得以保留了澳门的最后一个船厂 而家伟就自然而然成了父亲的接班人 那时就只有我了 那天上我怎么样都要硬着头皮上来了 但其实这件事是比较有趣的 它每天都接触着不同的新变化 每天都有不同的处理 那做做下变相了我就觉得 其实这件事都可以贴合旅游去发展的 家伟的朋友黄辉 则一直关注着澳门另一种古老的行业 造酒 这是澳门唯一一件还在生产的传统酒厂 那我们酒方面我们会去调避一款真是属于澳门人味道的酒 我们很想澳门人喝到这一款酒之后就会想起 昔日的澳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澳门 从个味道去激发他们的记忆 去激发他们的思维 于是两个从事古老行业的年轻人 将怀旧的情怀和创新的思维碰撞出新的火花 家伟和黄辉带着这个具有古早澳门风情的产品 参加了不少大湾区的青液创业比赛 收获肯定的同时也得到更多的创意灵感 在玫瑰20周年这个主题上面 我们想了很多元素下去 在设计方面我们是浪得最多时间去思考 这个产品出来我怎样一望就知道是澳门的 我们想让人知道你买我们这艘船 究竟这个意义在哪里 就是体验到澳门以前是一个小渔村 变成今天的大都会 我是想游客可以体验到澳门原来 还有些这么地道这么本土的东西 具有大湾区这个广阔腹地 又有普与国家的巨大市场 加上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澳门年轻人身逢其时 正可以大展拳脚实现他们的创业梦 加上特区政府的大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人提起澳门来都说澳门哪有什么科学科创 对吧 都是一个博彩的城市 在回归以前 澳门的整个科技发展几乎只是空白 那么经过这十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结束了丰缩的成果 回归后 特区政府成立科技发展基金 鼓励基础性和应有性的科学研究 并获得国家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 中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 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就坐落在澳门科技大学 我们科大的这个月球与行星国家重点实验室 我们参与了长额一号二号三号的这个计划 的数据分析 祝孟华副教授 是全程参与长额探阅工程的一位科学家 2007年 他以学生的身份 加入长额一号探阅工程的资料分析团队 现在他作为核心科学家团队成员 正与内地机构的同事 一起分析长额四号探测数据 今年应该是我来澳门科技大学的第13年 我是第一个在这边专职从事月球与行科学研究的一个 第一个博士研究师 第一个Postador 周文华教授是这个大学培养 自己培养的人 最近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这篇论文 是关于月球起源的这篇论文 就是由周文华教授写的 你可以看到月球其他的行星表面都是坑坑化 都是撞击形成 我们用超级计算机器仿真不同的星体 撞击月球正面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过程可以使得你的撞击速度达到很高 我们得到了澳门科技发展基金会的大的支持 去引进了这套超级计算机 引进来之后 我们的研究工作就类似于如虎添翼了 借助超算平台 这项研究在月球演化历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其研究成果更为嫦娥四号的科学资料分析 以及后续的月球火星探测任务提供新的科学支撑 苍娥五号将到月球上面去采样 大概采一定的样品 然后带回地球 中国航天局将会向我们赠送样品 赠送样品以后的话 我们并没有失败去来对它进行分析 所以的话我们需要买一器 如果月球上岳五号反养之后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高真空的操作环境 可以将一个样品保持一个更原始的状态 我的研究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银石的研究 这是为了上岳五号反养 回来的时候就做天体化学分析做准备的 就是上面它不同的成分啊 不同的比例就代表了不同的生长环境 那我们就可以推演这个银石经历那些什么了 澳门人邓志培中学毕业后 被保送到南京大学物理系 在内地上学期间 他一直留意澳门的科研发展 2011年底 澳门科技大学成立了太空科学研究所 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澳门其实是不多的 这些学信单位 那时候我们知道了太空研究所成立 我们都挺兴奋的 2014年邓志培回到澳门 成为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我自己觉得 都出了去九年 我出了去南京都 然后都好 我回澳门 又可以做到我有兴趣的工作 我父母都是很简单的澳门人 他当然想个儿子回澳门的 所以他都很鼓励我回来 积极创建科研高地的澳门 不但饮宴归巢 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精英 我们现在差不多九十几位研究人员 我们有香港的 有澳门的 有台湾的 也有国际的 所以的话 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国际的研究机构 澳门其中一个科研优势 这个平台容易吸纳 世界各地的人 过来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澳门是适合做一个调量的地方 通过我们的桥梁 可以到东方去 通过桥梁也可以到西方去 这一国两制提供了这个平台 提供了这个便利 这使得我对这个实验室 有充满很大的信心 在粤高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 澳门担当着 珠江口西岸 唯一科技创新走廊节点的角色 自特区成立以来 澳门已建成四间国家重点实验室 其中拥有三间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澳门大学 曾经历过一次整体搬迁 恒秦岛位于珠海南部 东陵澳门 面积是澳门的三倍 2009年 澳门特区政府 以12亿澳门币的土地租金支付了恒秦岛东部1.09平方公里用地 40年使用权 用于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建设 这意味着恒秦岛的一部分成了实践一国两制的新区域 2014年千校顺利完成 借此东风澳门中医药产业也在恒秦岛上开拓了产业协同创新的新方向 澳门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积极推进中药的国际标准制定 其临床医学 药理学和独理学 更是进入了全球1%的领先学科 过去的中药呢 叫做传统的机型 高 单 晚 散和汤季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适应现代的生产 现代的人群的需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解决它的稳定性 找到中药为什么能够有效 就它的物质基础有什么 为什么是安全的 这种对现代生物医药的前沿技术 与传统医药结合的关注 不仅出现在恒青岛上 还出现在非洲大陆 莫桑比克植被丰富 传统药物种类繁多 有一些草药在中国也可以找到 不少民众借助传统医学来治疗病痛 如何通过科学研究证明一种传统药物的疗效 成为当地卫生部门的难题 而为未来两国传统医学研究领域合作 打下基础的正是位于恒青岛北部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2011年粤澳两地政府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产业园正是协议下第一个落地的项目 时隔八年如今的产业园已是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 澳门和华琴区政府共同组成了这个合作公司 但是就以澳门特区政府主导的开发營运 借助澳门国际化背景 产业园以普宇系国家为切入点 搭建了合作网络 为澳门以及内地药厂拓展了市场空间 陈采玲医生接触中医已超过十年 他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到内地高校进修 四年前他加入产业园 并开始参与普宇系国家中医培训项目 第一次我们过到这边 开头我也做了一些课程的设计 内容方面其实我们都会根据当地的常见病例去进行调整 其实我们都观察到当地的病人 他们很喜欢用一个很大的蓝顶在头上 其实没有一定程度上 其实对颈椎腰椎和我们的底椎都会造成一定的压缩 完成了课程当地化设议之后 下一步便是打破东西方医学体系之间的理解壁垒 对此曾参加过三期培训班的巴罗拿医生 深有感触 经过三年的耕耕 产业园培训了当地的病人 270名医护人员 传统中医技法也融入了莫桑比克民众的日常治疗之中 其实中医药它是一个中医和中药是不分的 通过以医带药的方式 以医粗药的方式 能够带进到普宇西国家 进而通过普宇西国家为点 覆盖到它的更多的一些面 比如说欧盟国家 以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结束了每年一度的普宇西国家培训项目后 陈采玲医生继续着她的跨城通勤 每天早上 她需要通过澳门和珠海两道口岸 才能抵达产业园 而这样的两地两检通关模式 即将成为历史 2019年10月2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授权澳门特区 对恒勤口岸相关区域实施管辖 澳门莲花口岸将整体搬迁至珠海恒勤口岸 将启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 这意味着珠澳双方实现后台数据共享 旅客在过关时 只需提供一次证件供查验 通关体验将大大提升 2019年将在澳门历史上写下重要一笔 这一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重新定位自己未来发展模式 加速融入国家战略的步伐 同样也在这一年 澳门进行了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 贺一诚当选为新一任行政长官 我们的经济能够适度的多元发展 能够推动中国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 占得高望的远 我一股两次是可以成功的 接下来为您播出 立腾效竹颜开